喂,不要打架 喂,喂,不要打架 哇,不要打架 喂,不要打架 不要打架 哇,一抽三 成功把黑色狗趕走 果然是黃色狗更厲害 大家好,我是AP小弟 這一刻真的是曼谷 為何突然來到這裡呢 就試完我前兩天剪一條我年紀之前 我年紀之前拍的片 就是在泰國曼谷 是 是那那 是那那一秒的片 對,沒錯 我發現拍得非常之差 哇,是不是玩意? 為何會這樣呢? 喂,我越趕越廢,有甚麼事呢? Anyway,我不知道它廢多久,不管了 繼續說吧 那條片拍得非常之差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必須要馬上買幾條 馬上飛回來拍一條 應該不可以一模一樣的片 盡量拍得比較有趣 不過雖然拍得差 但是那條片整體又拍得很好 那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它的結構是很完美的 只不過 我的相機設定的錯誤 搞到這條片 就一岩一缺,粒粒粒粒粒 所以我決定回來重新拍那條新的 看看今年的那那廟廟 和我年紀之前 那時在疫情 有沒有甚麼分別呢? 其實這一刻已經到了那那廟廟的外圍 那我不知道是甚麼事 右邊不知道大家聽到嗎? 現在好像在開演唱會一樣 有音樂聲 難道今晚是 趕快開演唱會的日子? 好,Anyway,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音樂聲在前面傳來 應該在那邊有人播歌 我還以為在搞甚麼活動 原來有人播歌 好了,這裡有一個很漂亮的 不知道是寺廟還是甚麼東西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有人去踢球,很厲害的 那那廟廟踢球 好了,這裡就是那那廟廟的外圍 有兩隻牛 原來泰國人不用豬仔錢 輕用這個水牛 好了,有些飲品買 還有有些抽籽嗎? 是問號碼嗎? 不知道是甚麼 我年紀前好像沒有看過這些東西 隔了年紀已經變化得這麼大 嘩,很多那些墳像 嘩,有幾個阿讚的公仔在那裡 好真實喔 是不是可以進去看看呢? 不過其實說了這麼久 最重要的東西 我還沒說 就是那那的故事 相信很多人都喜歡靈異 都市傳說 或者熟悉泰國都知道 那那,被譽為 大國第一禮鬼 或者你可以稱為鬼妻的東西 網上的故事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我這個版本的故事 其實都是在維基裡拿下來的 話說那那其實就是 百多年前出現的人 他住在混河旁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裡旁邊的河 因為這個廟就是河旁 他老公跟他很恩愛 但是因為打仗 他老公被郭吉徵召了當兵 帶了一套去他 就被迫跟這個老公分開 那那那因為無法自然分娩 和肚子裡的小朋友 一起離開了這個世界 但是他死了之後 就變成了 這幾個字 完全不知道是甚麼意思 是大燈光 他的屍體被埋在鬼妻廟後面的墓地 蛤?即是 一會兒我們見到廟後面有難來的屍 嘩 這個波子差點飛過來 他的靈魂仍然留守在家 等待這個老公回來 他的老公受了重傷 然後被送回萬谷治療 一個高增救了他的性命 然後出院後他就衝回家 下日之前回家 但是他不知道他老婆已經死了 但是他發現家裡 竟然見到他老婆和小朋友在等他 鄰居紛紛地警告他 和鬼一起住 但是他又不相信他們 嘩 這個故事真是 我真是第一次看這個版本 有一天 喇喇在準備製作這個泰式辣醬的時候 我想說 到底他的品牌是甚麼品牌 即是我也很喜歡吃辣 到底誰可以買他的辣醬 還有大家看到 原來靈體都會煮食 靈體都會製作辣醬 靈體都好像跟我們普通人一樣 不用太怕大家 門狼上吊了一顆酸橙 嘩 嘩 有點啟事 剛才我在CM Paragon買橙汁的時候 我選擇橙汁 真的有一顆橙在我面前掉在地上 是不是有一個啟事 他掉了一顆酸橙 頂我那顆就是酸橙 嘩 有點啟事 就是前面這部機 那天我在選橙汁 然後橙汁就在上面掉下來 然後滾滾滾滾滾滾到這個位置 然後有人撿回來 難道那個就是辣辣 是不是他們兩個之一 OK 他把手伸到不可能的長度 在地上撿起橙 嘩 老公看到就知道 原來辣辣是鬼來的 當晚老公偷偷地流出家門 辣辣窮追不捨 根據泰國民間傳說 靈體是很怕一種很黏的葉 叫做艾納香葉 所以他老公就躲在艾納香的棺木叢後面 然後他跑進埋蝦布寺裡 因為那裡是聖地 鬼魂任不到他 馬拉就很傷心 他恐嚇一條村的居民 他們令到老公離開他 然後他就很生氣 很生氣之後就沒有故事了 但我上網看過另一個版本 好像說殺了整條村的人 不知道真是假的 然後一個強大驅魔人 捉住了娜娜的鬼魂 將他困在一個壞 這麼誇張 困在一個啓屎罐裡 丟了一條河 無論如何 他打開罐 已經釋放了被蜂人的娜娜 還有一個版本 就是說 有另一個真人 將娜娜的鬼魂 混亂了 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維基版本就是這樣 我們繼續走 十匹一杯咖啡 這麼便宜 兩元一杯 這裡有一棵假金錢樹 附近有很多風鈴聲 都掛滿了風鈴 不知道是不是好運 這裡很大 被人敲中的位置 這就是敲銅鑼 後面有一張照片 黑白照 很令人害怕 好 不知道是什麼 說起咖啡 話說小弟非常急 不知道趕快有沒有廁所 沒理由沒有 沒有啊 咖啡也有 S7都有 沒有看錯 S7汽水機 是 ATM也有 方便大家捐獻 很重要 就算現實一點 大家敗敗是善心的東西 但是 你看到眼前所有一切 其實都要金錢去堆砌出來 沒有金錢 就非常難搞 所以大家有興趣 立即加入會員 謝謝 這裡是12身肖的捐獻 保佑 保佑我中立彩 麻煩了 麻煩了 保佑你 麻煩了 麻煩了 保佑我 這裡有幾個非常恐怖的大頭掛鷹 那樣的小真女 比例非常奇怪 但是 是好的東西 嘩 你看看 我有點打爛震 它的比例和樣子真的很真 我懷疑它會動 OMG 看見很多不同的留言 有些主持來到這裡 他不專業 又說不尊敬等等等等 但是我想說 有時有趣少少 風趣少少去拍 也不是大不了的事 為什麼呢 以這個真女來說 說真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生前去戴黑超 或者可能他還沒死 你看到別人其實都很輕鬆 別人當地都這麼搞笑 有黑超 有些牛 那邊又踢球 又播歌 所以有時候靈業和宗教 亦都不需要這麼認真 我沒有看錯 雖然我知道娜娜廟這邊有很多動物 你看到我後面有一隻狗 這邊有一隻狗 這邊有一隻狗在睡 我前面也有一隻狗在走 左邊有一隻貓 但我想說 我真的不期望有這件事 有一隻雞在我面前 還要很大隻 我想說 難以置信 我竟然是坐一隻雞旁 真的非常之開心 完全是 大自然 跟人類加上鬼魂中間的一個 對 我吹不下去了 我們繼續走 我們來看看另外這邊有什麼購買 這邊應該有抽籤 嘩 很多抽籤 左邊有神像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買 不懂看 有些佛牌 這裡也可以請佛牌 剛才我們看到阿讚的雕像 就在後面 應該鎖了就不能進去 這裡後面 就有一個不知道什麼區域 挺漂亮的 這張桌 我說這張桌我見過的 我說之前要賣的 西瓜台 還有聖誕老人 真的不是開玩笑 覺得廁所在哪裏 我認得這堆 這堆 年多前全都戴了黃色口罩 我沒有吹水 我剪給大家看 但是 其實很多人害怕 我的樣子看到 好像真是真眼一樣 這裡是放了變形合衣 我又是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變形合衣 真是 嘩 這個是什麼老闆 到底為什麼會有一個骷髏骨 這樣隔起來 是什麼宗教 你看到這邊 忘了 糟了 應該是前面這個方向 我想像樣 像樣 這些街 我認得 這些位置就是買些東西 奉獻給你 衣服 花糖 還有一些紅色的汽水 還有插香 不過要插兩支 因為比貴是兩支 靈異事件開始了 突然間有一個這樣的車 這裡好像整個社區一樣 其實很多人住 很多人坐在這裡 甚至乎 有人在賣跑谷 賣魚蛋都有 好了 我們進入辣辣廟了 看到了 早上應該是珍珠奶茶 哇 25元 哇 現在都在睡覺 終於回來了 隔了一年多的時間 上面抱著一個寶寶 就是 人們把出來說 這個就是 趕快地抱著寶寶的樣子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這棵木 這棵木非常重要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就是 你搓搓搓搓搓搓搓 就可以搓到泰國六合彩號碼出來 亦都可以真的有人搓搓搓搓搓 對 大部份過來的人 都是求財或是求生仔 好了 我代大家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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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是當地和義地接受工作奉獻的舞者 可以請他們過來香港跳舞 大家有興趣歡迎找他們 這個位置就是娜娜廟 裡面就是娜娜的金身 好像在裡面 這個帳子就在裡面這個位置 下午你就可以來拜拜 晚上就收了 很多人會把錢放在這裡 還有幫他攬上一些金器或者花 或者幫他製作新衣服 有許多問題問我娜娜是鬼媽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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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是Google錯了, 應該是說, 很多人問呢, 是不是鬼啊, 娜娜 做甚麼? 做甚麼? 我都有一個問題問大家, 如果是鬼, 他可以有能力幫到大家 百多年來, 以前到現在, 為甚麼還有人去還願、許願 因為阿讚多, 甚麼甚麼甚麼, 去修行佛法的時候呢 最後娜娜呢, 就成為了女神來幫大家 大家愈成功, 會增加娜娜的威望和力量, 大家身體健康, 心臨時成 OK, 我現在明白了, 大家成功, 或者做了好事 娜娜呢, 積了一些功德 喂, 玩不到那麼久, 我要繼續拍片, 拜拜 哇, 原來娜娜的頭髮 嘩, 死我, 瘋了, 我以為又要動 喂, 過來做甚麼? 即是可以買 做甚麼呀, 甚麼事呀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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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懂中文而已, 自己看吧 拍屁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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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屁屁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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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斷了 嘩, 隻貓跟著我走, 看甚麼了 我養牠的 嘩, 又有隻貓, 右邊又有隻 很多貓, 祈求幸福, 愛情, 祈求成功人生 左邊呢, 這邊是你的占卜譜 現在是第二個 這個位呢, 就看不到那那金身的 那個金身在裏面 怎樣呀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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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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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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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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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你知道嗎, 每次蹲下來 都很辛苦 好了, 我們即將進入這個 那那妙街 為甚麼叫那那妙街呢, 就是 因為這裏其實有很多師傅 這個貌似 這個泰國版的七師傅 就是看手相的 這邊也有其他不同的師傅 完全不知道他寫甚麼 嗨, 嘩, 嘩 好了, 有個哥哥 看到我 在拍攝, 就在看著我 那個哥哥沒有回應我 很害怕, 黑蚊蚊蚊 有一個人站著 這隻狗為甚麼這麼近 我之前見過的又是 咦, 我們繞了一個圈 成功差不多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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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事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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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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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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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這裏的衣服 就可以買 之後呢, 就去奉獻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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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上面的小小的紅色衣服 也挺可怕的 我想說呢, 其實我們貓狗 有點敏感 我們手已經很癢了 好了, 我們就快經過 哥哥的店舖 試吃東西 免得打擾別人 好, 完全不知道 這店舖是買甚麼的 不過哥哥呢 完全沒有理我 只覺得好像很奇怪 哇, 嚇死我 神經病 嘩, 嘩, 吵架 那邊 別打架 喂, 別打架 喂, 別打架 喂, 別打架 嘩, 別打架 喂, 別打架 喂, 別打架 喂, 別打架 別打架 嘩, 一抽三 成功趕走那些黑色狗 果然是黃色狗更厲害 嘩, 小BB 的公仔 為何他們那麼喜歡戴黑癡 他們幫這些公仔 嚇死我 有個女人躺在這裡 嘩, 姐姐後面馬上開燈 可能跟我說有東西買 好了, 這裡就 有一條河 那是不是 趕快被人扔進去那條河呢 對, 還有很多人會放生魚 做一個叫做 祈福 好了, 那條河也看了 都好像七七八八了 我們回頭 經過Auntie的店舖 看看是甚麼買 真的不知道是甚麼買 其實只有這些 唉, 找個位置給人買 嘩, 這個青紅色 為甚麼 Anyway, 今天我們其實沒有裝香 也沒有特別說裡面那些 廟宇的大部分 好像是周圍為主 因為我上網看 其實很多人都說過 廟宇裡面是做甚麼 辣辣是怎樣 等等的事 我說得相信不會比人家好的 理論上就 所以大家有興趣 了解到辣辣的資訊 或者裡面是做甚麼的 你們就看其他人的影片 我這條影片是比較 以你應該的角度去看 因為很多人跟我說 喇喇廟是很陰 很邪的一間廟 但是泰國人 其實他們很相信 喇喇 而且是當喇喇神 不過Anyway 故事都百多年了 有沒有甚麼 隔多減少 我就不知道了 以一個旅遊景點來說 都挺有趣的 好了, Anyway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留言 以及訪問全部的社交媒體 我們很快在Youtube再見 謝謝 拜拜